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包括他有找律师的权利 包括他如果自己的经济能力低于什么样的标准 可以由政府来给他指定律师的权利 在讲明了被告人的权利之后 法官主要就是总结了一下现在对他的起诉 没有一句一句的念这个起诉书 只是总结了他被起诉的罪名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再往下讲的就是法庭程序本身的内容 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 就程序上需要有一个听证来讨论 是不是有可能取保的事情 和法官对于他考虑取保的主要的两个因素 再有呢就是关于以后的法庭程序的一些事情 包括在7月5号的这个庭审之后可能的日期要解决的内容 程序上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今天的这个程序很简单就完成了 整个法庭的这个从法官进来到退出 整个的时间呢是9分钟的时间 在此之后 法官安排了两天以后的下一次听证 就是7月5号下午3点钟 下一次听证的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有可能被保释 法官在法庭里边给被告 就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也讲得很清楚 他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这个嫌犯会不会对社区里其他的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第二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在保释之后 逃逸 这是他考虑的主要的两个因素 今天呢 检方明确了表明自己的立场 就是检方呢 希望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边 被告的律师没有讲他的立场 只是讲了呢 需要一些时间来做这个问题的准备 所以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两天以后到这个时候就快要开庭了 法官在问双方需要多少时间 检方呢是说我们准备好了 那么辩方呢提出来他需要两天的时间 法官也给了几个不同的日期和时间 最后呢 在辩方律师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可以之后 法官呢就把这个时间和日期定下来了 盈盈的家人的立场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 第一点就是尽快找到盈盈带他回家 第二点 对造成盈盈这么样的伤害或者这个已经不在人世的这个实时的犯罪分子 要省之以法 要让他配出最终的代价 那么盈盈的家人呢是毫无疑问 希望检方要寻求死刑 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 非常强烈的 家属毫无疑问 这是他们第一次 直接的亲眼的看见这个犯罪嫌疑人 家属呢一方面 对这个罪犯对他们家里的这个孩子啊盈盈造成的这种巨大的伤害 毫无疑问 他们是非常的愤怒 也非常的痛苦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盈盈的家人呢也表现出非常坚强 他们在法庭里边并没有说任何的话 或者做任何的事情会影响到这个法庭的正常的程序 在会后 在法庭开庭之后 我们和检察官和FBI的探员还有一个会议 这个主要是由政府的检察官向家人的解释 这个法律的程序等等 他们也都非常的 这个关心这些程序的问题 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 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解答 但是这个会议的内容 我现在不便讲这里边的细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